言論自由對於香港非常之重要 但是政府現在打算透過修例 去限制網絡作為選舉宣傳 當然很多時候選舉宣傳透過網絡 我們可以更加進一步了解到不同候選人的背景 他們的理念各方面 甚至可以透過一些輕鬆的手法 作為選舉宣傳 但是政府本身這個修訂的法例 其實不單止沒有幫助到選舉的宣傳 更加重要一點就是 限制網絡作為選舉宣傳的自由 再加上之前政府其實透過主流媒體 購買這個政治廣告 選管會本身這個決定 或者這個建議 其實已經缺乏了公信力 所以希望政府有關人士 能夠小心去處理關於限制網絡媒體 作為選舉宣傳媒介 否則不單止迎來網民 甚至市民的反感 而其實也都是政府有意在一步收緊言論自由 的一個具體行動 確保 的話 我倒置你 有意外的 是 我的